歡迎大家來這個收看 這個BO2老師的線上教學 我們經常在課堂上會碰到 有些同學呢 他很喜歡看動漫 喜歡看這些漂亮的 這些美少女的畫法 然后呢在课堂上呢 就会试着来这个下去啊 来去画 可是呢往往啊因为 这个只是因为喜欢 只是因为热情 所以呢好像啊经常都欠缺什么 欠缺这些比较细微的观察 所以呢往往啊 画着画着就不知道该怎么样 继续啊把它画下去 我觉得这样相当可惜 就拿我们现在啊 画面上看到这张作品来说了 这张作品是谁画的 这个我坦白讲啊 这个我已经记不得了啊 因为呢这个是这个永和分校啊 某一位同学画的 帮他取个名字吧 永和同学你觉得怎么样 好很好啊 好我们就这个利用永和同学啊 他这张这个作品呢 我们来试试看啊 怎么样啊 把它这个扮成品 把它认为他觉得不满意的作品 把它变成了有价值的东西 好不好 这个前面的课程呢 我都每一次的课程 我其实都会提到啊 就是你要做任何的效果 你要玩任何的把戏 你要做任何的创作 你得要先有想法 要有目的 而不是说今天我要画个女人 哎我就这个啊 这个衣服一脱 电脑一开 没有 这个衣服可以不用脱了啊 这个电脑一开 哎我就画了啊 那要画什么 不知道啊 你只是顺着你的感觉走 没有错了 啊 这个画画 视频感觉 可是插画 跟一般的涂鸦 不太一样 所以呢 我必须要先设定好 哎嘿 我想 用这个永和同学 这张作品 把它 变 变 哎 可以看到啊 从这样子的一张半成品 甚至连铅笔线都还留着 然后呢 慢慢修整成这个样子 最后再变成这个样子 哎呦 戴上了黄金面具 黄金甲 黄金甲让我想到了什么呢 让我想到了周杰伦 黄杰伦 不是黄杰伦 周杰伦 黄国伦 两个搞错 好 那么这样怎么玩呢 怎么有办法 可以把这个东西 哎 那么这个 这个啊 变成这样子 哎 其实啊 很简单的 你跟着我做就对了啊 那因为啊 永和同学 永和同学啊 他这个构图呢 我们啊 这课堂上面 有教了大家一个叫做切割构图 也就是说呢 不要画完整的人物 这样子的构图呢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不过呢 因为现在我们并不讲构图了 所以我现在要直接把他这个作品了 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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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需要旁边那么多了 我们来弄一个正方形的就好 好 有没有看到啊 他原本这边呢 凸掉了 有没有 凸掉了啊 所以呢 切一下感觉好一点 哦 好了 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往上加东西 我们前面讲过啊 我会希望所有的同学 那你在画东西呢 都不要画在画布上面 对不对 因为画布不能够调整透明度 不能够做任何的涂层特效 不能够点选保存透明度 选择条都不行啊 所以啊 啊 我们一定要把涂层啊 变出来啊 把画布变成涂层 很简单啊 我们前面之前都有介绍过了 涂层 来 移动画布到水彩涂层 点下去 好 有没有 就跑到这边了 画布是空的了 好 然后呢 大家记得啊 把画布呢 先变成预设值 接着按下什么 笔刷上面的按键 选择什么 确认它就变成一般的涂层了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要啊 先啊 把这个 这个永和同学的作品呢 我们先来啊 稍微把它处理一下 哦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铅笔线 铅笔线呢 我会非常不希望啊 像这样子的一个 不确定的草图的线啊 出现在作品上面 所以 我会啊 新增一个涂层呢 我们先来把它想办法 把它盖掉 好 铅笔 覆盖铅笔 好朋友 交出来 香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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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刹 香薯 香薯的扁平 橡皮刹 叫出来 橡皮刹的 平头 橡皮刹 橡皮刹 叫出来 我还需要 一个叫做 混色笔的 指甲水 叫出来 还需要一点点的海绵 海绵 海绵来给我 海绵 海绵的什么 海绵的海绵 海绵叫什么 OK 差不多就这几样工具也就够了 首先我要先把这一个美少女呢 先给她稍微的处理一下 例如我现在先用铅笔 铅笔的覆盖铅笔 我要先把她这个地方呢 眼睛的地方呢 稍微稍微的修改一下 你看到哇 你看这个眼头怎么这么大 哦这个眼头大到这样子吓死人了 这个当然在漫画的手法里面 你爱如何夸大 那都无所谓 可是啊各位啊 今天呢落在我的手上 我就势必要把你改一改了 先甭管细节先秋 啊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点 我个人认为呢 来那么 先用这样快速的方式 先把它刷一刷 我们今天这个练习呢 就叫做遮羞 也就是说如果这张作品 我觉得哪里不好看 哪里画不好没关系 用特效用特效把它盖掉 啊哦迅速啊把它盖掉之后我就会得到无比的成就感了 啊鼻子下面啊我们前面有说过啦 我们啊画女人不要画鼻孔啦 尤其是啊在这个 这个一开始啊我们还不是很熟练的情况之下的鼻孔先不要画 听我的没有错啊鼻孔下面鼻子下面黑黑的嘴唇下面黑黑的 眼带下面黑黑的上眼皮的下面黑黑的嘎 上眼皮下两个眼睛脚面这个眼头跟眼尾黑黑的耳朵里面黑黑的 头发的下面也是黑黑的哦因为影子嘛对不对 脖子下面脖子下面啊哎呀脖子下面也要黑一点脖子下面黑黑的 画东西呢不要一开始就去搞细节啊有人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笔触啊不好看 赶快来拿这个指甲水啊混色笔的指甲水来去混一混啊不需要 那个留到后面再去做一开始我们先把大这个大面积的东西先处理好 哦这就像我们做人生规划啊做人生规划啊 你啊不要一下子去想那个太细微的东西先把大方向先定好 脖子后面的头发一定啊一定颜色深了嘛对不对 所以呢啊赶快来图一图为了节省时间来请出我们好朋友 向亮笔的平头彩色啊平头色彩啊 哦有的时候啊画这个弧线有的同学经常问我说那老师啊 我能画的弧线啊永远画不好永远画不好不是你的问题啊 永远画不好呢其实啊是软体硬体都有个责任啊都有责任哦 可是呢没有办法我们电脑绘图就是这样所以呢 那你就必须要多练习啊有时候真的是 这个屏住呼吸一鼓作气多练几次一定成功 工具要用到恰到好处该换工具就要换工具等一下我们就换工具 脖子太粗了我们要画的这个人啊不是练体擦的不是练健美的啊 脖子不要那么粗要表现出温柔那么你就不要把他的脖子画那么粗 那么粗啊感觉啊可以去扛水泥了啊有没有哦这个脖子啊扫掉相当多了 这样感觉比较像个女人啊再慢慢把他这个啊发型啊修正过来 嘿嘿好直接我刚讲的这个经常跟同学交代啊 该换方便的工具就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该换甜色工具就不要再用笔刷在那边涂个半死 好这边因为刚才之前我不小心啊自己先涂了一下 所以他有一些这样的效果把它盖掉就行了 好耳朵是藏在脸的后面对不对耳朵比较后面嘛所以颜色一定比较深 你要把东西画立体这些东西啊就是都一定要去遵守的嗯好耳朵啊基本上有些人说耳朵不太会画没有关系 好其实啊一死到就行了啊谁管你耳朵对不对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我们的方法 这个头发这边呢我还是要帮他稍微再加一下啊那边缺了一块真的有点怪怪的啊不过呢问题真的不大了 那立体感先加出来啊这个时候我就来派出我们的混色笔啊混色笔的指甲水我们先来做一下最基础的混色动作先让他哎呦好 各位看到哈混色笔记得在透明的涂层上面做混色请你记得一定要把旋曲底色打勾 否则他就会混出像刚刚那样白白的东西哈我先把这些讨人厌的东西呢这些铅笔线条呢先把它混掉哦眼皮上面的这些彩妆呢混一混哦这边他还贴心的画了一点点的什么这个应该是睫毛了啊我们现阶段其实并不需要他都先混一混都先混一混哦哦呦这个看起来有点诡异哦没有关系 诡异也能够成为一种风格的啊如果有来上过我课的同学就知道了啊灵异都能成为风格的诡异更可以啊不需要一次修得很漂亮可是呢至少啊我们能够啊先让他啊层次先表现出来 这个头发呢其实到最后啊已经不是头发了啊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像装饰品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感觉上有点像法片啊法片爱好者是谁呢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哦周董是不是那么现在看到 这个女生啊他的眼神啊哦感觉呢一直盯着我们的桥啊仿佛啊不太高兴啊我在他脸上啊这个动刀啊所以啊我必须要把它稍微处理一下让他呢能够心情好一点啊不要这样看我同学你不要这样看我看得很不舒服好为了不让他继续看我赶快打铁趁热新增一个图层我们把它设定成阴影阴影阴影马上又切换我们的好朋友 然后呢我现在要把它的暗部啊这些呢细节啊把它处理一下 虽然我要挑一个灰色可是这个灰色要带一点点的什么肤色这样子他们出来啊这颜色才不会怪怪的啊好透明度降低记得记得啊任何的笔刷除了那一支向亮笔的平头色彩之外其他我都会希望大家不透明度一定要记得降低 先让眼睛凹下去我们之前有讲过哦好先给你一点家暴啊啪啪亮了哦先让你眼睛凹下去接着来鼻子下面哦鼻子下面照不到光所以鼻子下面也黑黑对不对哦又到了又又到了我们下面黑黑的时刻啊啊下面黑黑的时刻到了来上嘴唇的下面嘿嘿哦如果你觉得这个彩度不够可以再偏红一点点啊来 上嘴唇的下面嘿嘿而且两个嘴角呢更黑下嘴唇的下面嘿嘿因为什么光线又照不到了啊哦然后呢脖子下面也嘿嘿哦脖子下面也嘿嘿哦脖子下面也嘿嘿哦所以妈妈经常都会提醒我们说什么哎脖子下面耳朵后面洗干净好不好因为她经常会这个经常会嘿嘿的啊好那么由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永和同学呢一开始设定的光线哎呃有点像正面光所以呢她的光影啊不是这么的明显所以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强求说一定要把她表现的怎么样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光影哦合理就行了所以呢我就依照她设定的哦依照她设定的哦依照她设定的我来继续强调因为她一开始就把什么就把眼睛这个部分啊你看到哦她这个眼皮上眼皮这块拉太高了哦拉太高了可是没有关系我们之前说过了 今天我不跟动她的任何的构图因为我们要做特效我们要把那个不好看的地方折掉所以啊这都无所谓一开始看有点怪等一下看就不会怪了哦鼻子下面弄出来嘴巴下面哦来嘴唇上嘴唇的下面比较黑颜色给它刷上去哦画嘴唇千万不要框一个框哦那样就很糟糕那就变成蚊唇了哦好 画眼睛的时候呢这边稍微带点红色会比较什么哎不是比较喜气啊是比较有血色好眼球呢稍微刷一点点颜色上去哦可是啊不要刷太红刷太红啊变恐怖片了耳朵耳垂这边刷一点红哦鼻头我也给你来点红哦下巴来点红化女人啊记着啊这个这个有些地方呢需要给她一点点的血色我再新增一个图层又是阴影对应了 我真的要来刷比较深的颜色了啊因为呢眼睛啊这个部分呢有一些地方呢还真的要啊我们来用深色来表现它的厚度来我们之前说过上眼皮的是吧上眼皮的下面比较黑对不对上眼皮的下面比较黑先把厚度做出来而且现在也流行什么流行这个彩妆啊这个彩妆的部分呢 会把眼睛啊这个部分吃的很重啊所以呢我们先把上眼皮的下面的黑的部分刷出来再黑一点再黑一点好